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中国 我是郝一博 今年一份来自欧盟的报告指出 中国是目前全球防茂品 也就是所谓山寨商品的最大来源地 据报告统计 2015年全球有86%的假货来自中国 日本在2014年查扣了3万件防茂品 其中九成来自中国价值180亿日币 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在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制裁权措施 也都是针对窃取制裁权的一个反制手段 因这类侵权行为造成美国每年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 OK 讲了这么多数据 接下来一起看看中国有哪些猎奇的山寨商品或品牌 在餐厅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山寨店家把星巴克变星巴克 Pizza Hut变Pizza Hut 麦当劳变麦当家 连台湾的50蓝都被山寨变成60蓝 不过真正被山寨掉遍地开花的 还是去年在南海事件中被部分中国民众抵制一波的肯德鸡 他们在中国有英文缩写KFC被改成KFG MFC YKC或OFC等 对 招牌还变欧巴马 有中文名称被改成肯德鸡 肯塔鸡 轰炸鸡 乡村鸡 芙蓉鸡 中肯鸡 连路边摊都有肯德鸡分店 也有人从鸡卖成鸭 变成肯德鸭 还有人帮肯德鸡爷爷配对 卖起麻辣烫 最夸张的是这种两强组合 把肯德鸡和麦当劳合体 变成麦德肯 肯当劳或麦肯鸡 而且他们怎么还会跑去卖瓜子了 在食品部分 有人把清贱口香糖变神贱口香糖 恰恰香瓜子变制制香瓜子 张军牙小妹妹变成张军宝小弟弟 康师傅变成康帅伯 还卖矿泉水 奥利奥从奥利奥 奥比利 奥利宝 奥如多等各种香进包装 一路大乱斗到月立月 老干妈变成老干爹 老干娘 老干爸 旺旺的旺仔被倒成玉仔 亮仔 旺子 旺奶 旺中旺和旺后还有旺牛仔 大白兔则从大白鹿 小白兔 小蓝兔 野白兔和六日兔 变成考验大家眼力的太白免和太白兔 饮料的部分竞争更激烈 五粮液变三粮液和九粮液 营养快线变营养快乐 红牛变红武 金牛和天天牛 卖动变涌动 冰冻和鸡冻 王老吉变王老菊 王老鸡 王老骨 王老先生和王老世家 而且为什么改了姓以后也去卖瓜子 百事可乐变白事可乐和万事可乐 雪碧变成云碧 雷碧 雪蒙 雪霸和雪露 可口可乐则变可日可乐和口可可乐 不止难念 而且还是菊花味的 六个核桃则从六人核桃 六大核桃一路卖到大个儿核桃和六亿核桃 比五亿探长雷落还多一亿 我如果要谈 就要谈一亿 在品牌部分 中国的山寨厂商把 Armani变Anmani Omega变Owega Nokia变Nokla Ole变OK Tide变Type 连中文都改了 从太字变太贵 牛仔裤品牌Li的LEE变LGG Beats变Dits Xbox变Xboy Lakers变Lakers Nike从Nike变成KINE Under Armor变成火星叔叔 Uncle Martian Air Jordan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Lacoste还是Lacoste 但从单头鳄鱼变成双头鳄 Adidas变成Adisco 门口还请大家拒绝假货远离盗版 苹果也是山寨的重灾区 从iPhone到Hivo Logo从被咬一口的苹果到没被咬过的苹果 最后还山寨贾伯斯的照片去卖光波炉 The latest Chinese Apple knockoff brings more trouble for the Cupertino company Some might call it the i-stove Wunan State Police stumbled upon two warehouses containing iPhone-branded gas stoves The trademark once-bitten Apple appears on the packages in green The word iPhone is written next to it There is even a compliance certificate which reads Apple China Limited 除此之外 不少知名的汽车品牌也在中国被删债或被致敬了 保时捷的修路车款Makan就被中国的重泰汽车致敬 做出远看几乎一模一样的SR8和SR9 不过价格差了六七倍 让不少向往Porsche的年轻人踊跃订购 创下三天内接到五万张订单的惊人业绩 然而同时却也引发不少争议和冲突 有中国的Porsche车主 直接就把车开到重泰的展示中心门前抗议 另外像Land Rover也在前两年被中国车厂致敬 打造了连名字都很像的Land Wind XT 长安汽车今年12月即将开卖的XT0A 在外观设计上也明显参考Land Rover的Discovery 4 其他像Mini Cooper也有和它外观相似度很高的利凡320 连台湾的电动车Gogoro也被这款一颗智慧两轮致敬 不仅外形和功能像 连发表会的风格都差不多 售价还只要Gogoro的一半 当然这些被山寨的知名品牌也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保护品牌权益和智慧财产权 很多品牌选择走上法律途径 把涉嫌抄袭的山寨商品告上法庭 它是一种我自己尊重 如果有人承担或是不抗担 我认为我保护它 我没有任何选择而转向监督 其他游戏都做了一样 我感觉需要保护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但事实上这些正版大战山寨的结果 有时结局并不如一般预期 像是麦当劳对万德福 Michael Jordan对乔丹体育 还有Honda对上双环汽车等等 这些正版品牌有的不仅败诉 甚至还必须赔偿山寨品牌 Honda赔了双环1600万人民币 今年7月乔丹体育还反告Jordan侵权 要赔偿精神抚慰金110万人民币 而在iPhone 6的案例里 一开始北京知识产权局认定 苹果在手机外观设计上 侵犯了深圳百利100C所持有的专利 要求苹果停售手机 苹果不服上诉 结果今年3月判决逆转 法院改判苹果胜诉 禁售令得以撤销 不过商标大战最经典的例子 可能还非美国运动品牌New Balance莫属 他们从1995年在中国卖低双鞋开始 就展开了和山寨厂商的长期抗战 中国法院在2015年时甚至判决New Balance必须赔偿一名助特 新百轮中文商标的男子美金1600万 随后因New Balance上诉 法金方降至美金70万 而在今年下半年的另一期诉讼里 New Balance总算讨回公道 苏州法院判定三间协商必须赔偿他们150万美元 而这起案件的一审裁决 恰恰是在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调查 中国涉嫌盗窃智慧财产权权的三天后裁定的 这个判定很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们将得上估计之一颜的一条 並行使用一条判决令 第一条券去将决定的公司 我们硬高 LA 진心的主要抗战 印象律争问题 而非常重要的 国家民之一 证捧场成立者的分伤 外国国家民进费责逐 Valerian 贵责逐责逐之双团 夸席iban日 ya 是的 首席part战 iPod at 新潟 Ricardo 总 deve 普講 美麗 都 tested 女 人 日本 在另一个部分品牌名称抄袭方面 为防堵未来的抄袭行为 一些品牌也预先将可能的山寨品牌名称 抢先注册起来 即所谓的防御性商标 像星巴克就把一堆类似的名字 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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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巴 巴克星都给预先注册了 让有心人士无机可乘 有趣的是 中国本土的知名品牌也做了类似的行为 像是阿里巴巴就把阿里妈妈 还有阿里姐姐 阿里妹妹 阿里叔叔 阿里姑姑都给注册起来 即使他们自己的淘宝正因假货问题 而被美国列入恶名招账的市场名单 小米手机也将蓝米 黑米 紫米 橙米 绿米 黄米 都给注册起来以防万一 前面提过的五粮页可能被山寨怕了 公司手中尽持有两千多个商标 除了注册数字类的防御 像是六粮页 七粮页 八粮页 还注册了以中国省份简称为首的名称 例如闪粮页 干粮页 金粮页 贵粮页等等 而事实上中国厂商的盗版或山寨行为 有时不只影响到原创品牌的经济利益或制裁权 也可能影响到消费者或大众利益 欧盟在今年展开了晶圆行动 两周内扫荡了上百万件的山寨半导体 像这类半导体可能被应用于运输工具或医院设备 劣质的山寨品可能将造成人体危害或影响公共安全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老外看中国 大家觉得如何 你们对这些山寨产品或中国山寨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